沃尔战争开打至今70天 俄军主力持续在乌东、乌南强攻 没想到今天乌克兰邻国白俄罗斯 突然宣布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 白俄罗斯国防部甚至以惊喜来形容这次 大规模动员军员 还发布军用车辆、坦克车等照片 根据路透报导 白俄罗斯国防部声明 这次军演事前规划 要测试大量军用车辆移动 以及实地演练 针对可能危机的迅速应变能力 防卫地面与空中攻击 参与的部队人数也会逐渐增加 但白俄罗斯国防部强调 军演并未对邻国或欧洲整体构成威胁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昨天才与俄罗斯总统普廷通话 据官员表示 两人讨论的议题就涉及了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 白俄罗斯宣布军演消息后 乌克兰边境防卫队发言人表示 基辅不排除莫斯科会在某个时间点 运用白俄罗斯武装部队对付乌克兰 所以乌克兰也做好了准备 他强调乌克兰从2月24号 就已经加强对乌克兰与白俄罗斯边界的防守 卢卡申科十分亲俄 近30年来与普廷一向交好 乌尔开战前 白俄罗斯境内就已经展开 与俄罗斯的联合军演行动 也提供莫斯科空军基地 运输基地等等 不过白俄罗斯国内也升起反弹声浪 近几个月来已经有多起暗中破坏行动 多人遭到逮捕 综合外电报导 白俄罗斯部分地区居民 从4月1号开始就已经无法使用网路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指出 有特殊单位执行将这些地区断网 因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与白俄罗斯军方不想要有俄军 在白俄境内活动的画面被放上网路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补充 被限制的区域就是白俄罗斯南部 与明斯克东南部地区 这些地区也刚好就是俄军的活动热区 以上记得杨洋如整理报导